昨天是台中一中新生报道 不仅来了两对成绩不相上下的双胞胎兄弟 其中呢张忠诚张忠也两兄弟 他们更从小二就开始跳级 两个人的成绩都很优秀 那么另外一位新生则是有高龄92岁的阿公 陪着他一起报道拿着72年前的毕业证书 阿公开心的说他也是一中毕业的 他们家族三代总共有10名一中人 两对双胞胎一现身 让人分不清到底谁是哥哥谁是弟弟 有趣的是两对双胞胎不仅脸孔长得很像 成绩也是不相上下 小二就跳级的张忠诚兄弟 两人出身只差一分钟 计策成绩也是差了一分 哥哥是零五 哥是零四 哥是零五 哦对 我对比较比较高哦 哥哥是零四零五 你们觉得我终于要被固定了 兄弟两人个性直率 你一句我一句感情照样不会变坏 另一对双胞胎兄弟许君润以及许君硕 都是以免试升学进入一中 从小到大两人也几乎都在同一个班级 彼此竞争也彼此加油打气 你们两个同班那通常他命连吗 我没有 那个班上其实也还蛮强的 就是自己很精神 另一位新生林亭冠几乎是全家总动员陪着他来报道 高龄92岁的阿公林仲春拿着72年前的毕业证书 骄傲地告诉大家 包含他在内家族三代就出了十位的一中人 联合报陈秋云台中报道 好